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的父亲还是知名的律师 澳门唯一一个公正人 何鸿燊费尽心思 博得美人芳心 两人于1942年结婚 婚后他也得到岳父的赏识 还把他带在身边当秘书 结交人脉 何鸿燊在离家的帮助下 在澳门做起了生意 开始站稳了脚 何鸿燊搞过纺织 做过船务 最终瞄准了博彩这个油水极大的生意 但澳门的博彩生意竞争激烈 被几个老牌家族垄断 何鸿燊这个根基不深的年轻人很快就搬下阵来 甚至被赶到了葡萄牙 几年后 澳门政府为了整顿博彩业 收回了赌牌并重新尽头 何鸿燊联合合营东等资金雄厚 背景过瘾的大佬联合尽头 最终拿下赌牌并成立了奥鱼公司 何鸿燊担任总经理负责主要事务 何鸿燊的事业越来越好 李婉华还生下了一子三女 本来一家人其乐融融 但李婉华却突然病了 1957年也是李婉华嫁给何鸿燊的第15年 他患上了结肠炎 被切除了大半个胃 几乎卧床不起 此时何鸿燊正在春风得意 他说自己不能当和尚 况且家大业大 需要太太操持家务 于是便按照当时的大清律例 娶了二太太 蓝琼英 那是蓝琼英 不过才14岁 何鸿燊选了他也别有用心 蓝琼英的祖父是民国少将蓝英男 父亲蓝建仪 便于黄埔军校 曾参加过抗日战争 1949年 带着家人到香港定居 并开了一家丝绸店 有传闻说丝绸店不过是蓝家的障眼法 蓝建仪也是受国民党的指令进行帮派活动 而蓝琼英的哥哥蓝华英的确也成了江湖大佬 向华强的父亲向前也别于黄埔军校 更是带立的门生 到香港后创立了第一大帮派新义安 从这一点上看 蓝家的背景就不简单 当初李婉华帮何鸿燊在澳门有了身份 此时他需要一个人帮自己稳固事业 蓝琼英的家族背景刚好合适 在澳门做赌场没有江湖背景是不行的 赌场里聚集的人鬼蛇混杂 各赌场竞争激烈 必须要有马仔维护治安 守住自己的客源 关键时刻还得跟别家争地盘 何鸿燊是个体面人 自然不能做这些事 他急需可靠的相互势力 蓝华英刚好能帮到他 何鸿燊在一次宴会上见到蓝琼英 这个小姑娘接受过良好教育 居治大方得体 还擅长跳舞 她正好是自己最需要太太 嫁入何府后 蓝琼英陪何鸿燊出入各种社交场合 她青春活力 又教育良好 夫妇二人都喜欢跳舞 被称为舞王和舞后 蓝琼英给何鸿燊增光不少 加上李婉华卧床不起 她已然就是何家太太 而何鸿燊为了将长房和二房一碗水端平 可是没少下功夫 何鸿燊总是对外称 长房和二房一样疼爱 同样重要 何家未传出过蓝琼英和李婉华争宠的宠闻 然而这种和平是建立在两人不见面基础上的 蓝琼英一家住在香港 李婉华一家住在澳门 两个太太分而止之 不分尊卑 然而随着蓝琼英的孩子出生 情况开始发生变化 李婉华所生的长子何有光一直被视为家族继承人 他也是何鸿燊唯一的儿子 蓝琼英连生四个女儿 终于在1977年生下了儿子何有龙 从名字就可以看到蓝琼英的眼心 何有龙出生时 何有光已经28岁 已经进入了家族企业 并被委以重任 那时何鸿燊已经56岁 开始进入老年 他安排了左膀右臂在何有光身边辅佐 培养接班人的意图十分的明显 蓝琼英自然想让自己的儿子接受家族 但儿子太小 等他长大 何有光已经坐稳一把手 恐怕再也没有儿子立足之地 万一何有光再生下长孙 那么二房彻底就被边缘化了 结果1981年 何有光和妻子在葡萄牙 刚刚见过何鸿燊后就因车祸去世 李婉华身受打击 从此神志不清 这不禁让外界猜想蓝琼英是个最有作案动机和作案能力的人 何有光是何超英最疼爱的弟弟 而何鸿燊却不允许何超英调查此事 这件事之后 蓝琼英突然带着孩子一居江大 与家人团聚 十分的令人意外 但何鸿燊为什么能忍受儿子去世 不去查找真凶呢 这说到底还是因为利益 何鸿燊当时虽然已经有了赌王的名号 掌管着澳门大半赌场 但依旧危机重重 奥语已经发展成了澳门最大的博彩公司 何鸿燊不过占股30% 或加占股20% 一旦何鸿燊离婚蓝琼英势必要分走一部分股权 更加削弱了何鸿燊的话语权 另一方面 蓝华英还是非常有影响力的帮派势力 崩牙居等澳门黑帮尚未成长起来 何鸿燊的赌场还需要大舅哥的支持 根本得罪不起他们 所以何鸿燊只能让蓝琼英前往加拿大 自己一边承受着丧子之痛 一边重新打理自己的视野 然而蓝琼英也留了一手 那就是三太陈婉珍 她本来是李婉华的私人看护 与何鸿燊经常见面 日久生情便被纳入了三房 很多人都以为 陈婉珍是李婉华的安排 但那时的李婉华早已神志不清 甚至有传闻说 陈婉珍的姐姐陈婉芳是蓝建议的干女儿 她就是蓝琼英故意安排的眼线 蓝琼英知道何鸿燊一定会找一位太太 陪同她出席各种场合 还不如亲自安排一个人 拴牢丈夫 从后期来看 陈婉珍也是最低调的太太 从来不参与争夺家产 但后面的四太梁安琪就不一样了 梁安琪是何鸿燊最疼爱的太太 她出身草根 好强又努力 满脸写着野心勃勃 梁安琪成为四太的时候 何鸿燊已经68岁 何鸿燊把梁安琪带在身边 手把手叫她管理赌场 梁安琪也不负所望 不仅生下了三子二女 还迅速建立了自己的人脉 与崩牙居等帮派十分的熟练 何鸿燊对四太非常满意 刚好正是澳门的帮派势力开始更迭 崩牙居 街市委 水房赖等人已经上位 何鸿燊有意扶持梁安琪 掌管奥瑜替代蓝琼英在家族的位置 眼看着梁安琪进入奥瑜高层 蓝琼英怎么会坐视不管 远在江大 她安排街市委 伏击梁安琪 据说街市委将梁安琪 遇到餐厅吃饭 并偷偷给她下药 幸好梁安琪 即使发现异样 借口上厕所 给崩牙居打电话求救 崩牙居迅速赶到 救走梁安琪 几天后 街市委就被人打断了腿 这件事并没有吓到梁安琪 反而让她更有野心 就算为了几个年幼的儿女 也必须要争到底 而何鸿燊也更加疼爱梁安琪 她在澳门几乎都住在四房家 四房儿女小时候并不知道 还有其他的兄弟姐妹 以为只是名字相似 几年后何鸿燊意外摔伤 接受了脑部手术 从此便需要轮椅相伴 何鸿燊对于事业已经有心无力 开始着手分配家产早打算 她计划让二房接手信德集团 和新豪集团 四房接手主业奥娱 此剧却引来了二房的不满 何超穷 何超凤姐妹 联合三房转移家族资产 气得何鸿燊要把亲生女儿 告上法庭 最终还是何鸿燊输了 既撤销了诉讼 又把奥娱留给了二房 她到底输给了自己的二太太 最终二房成为抓赢家 拿走何家三块赌牌 二房姐弟各个身家百亿 二房何超凤成为奥娱主席 并联合元老 货家统一战线 梁安琪不过是奥娱的小股东 在二房的夹击下 更加没有话语权 反倒一再损失多年的亲信 何鸿燊去世后 梁安琪彻底失去了靠山 她几百亿的身家 也要分给儿女助力事业 完全没有实力与二房抗衡 她不得不委屈求全 还让孩子们去给何超穷庆生 但梁安琪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四房率先生下的长孙 何广深 也是何家唯一的孙儿 二房虽然强势 但人员凋零 三代目前只有三个女孩 何超穷目前也已经六十岁 再过十年 谁胜谁负还未可知 赌王家族的争斗 比想象中的还要血腥 只能怪何鸿燊 五千亿的资产太诱人 几个太太又太强势 蓝穷英绝对是赌王家族中最被低估的存在 交出了几个颇有手腕的儿女 吃下大半资产 即便远在江大的 也是家产之争的核心人物 然而没有当年十四岁的蓝穷英 也许就没有何鸿燊的事业 他也无法像霍英东一样 要求他以长房为尊 人生每一个选择都决定着命运 何鸿燊至死都未能获得安宁 不知是否后悔娶了蓝家那个小女孩 十二十四岁